成功的人物 個個都有一種特別的聰明 講一件真事 香港有個二線的大地產商的老闆 講出來大家都沒聞名的 英文拼音C字頭 80年代都在香港來講 成功不夠的身家後 他要美國看病 要停留一個月 他臨去走之前 去了五戶大戶人家 就是朋友來做生意商場朋友 都在香港有江湖地位 一個大官 香港的高官一個 即是六戶人家去了 就說我下個星期就要去美國醫病了 吉凶未知 如果我去了醫病的期間 我幾個小孩幫我提點著看著他 不要讓他蓄錯 有什麼問題 你們當朋友牢幫我看著那些小孩 就走了去 一個月後回來 好 沒事 全部復原 他親身帶了幾個子女 去這六戶人家拜謝 多謝他來去看醫生 他看著他們 其實沒有人看過的 一見面坐下而已 還沒坐下而已 就自己主要扣個頭給人 多謝我去看醫生的時間 你照顧我的小孩 對方都手足無措 都沒有人照顧到 他就明知你沒有用到你照顧 他都照做這個大禮 真的扣個頭給你 好 原來他這個頭是留著死後用的 後來到他過領了一生 他留下那幾兄弟出來撤回生意 為什麼想著去投地投勝 碰到那些細白公司 個個 阿獅子頭的老朋友的兒子 我答應過關照他 他沒有人和他爭 這樣很厲害 聰明不聰明 想到自己死後 在生前和他做領事 領了一障礙 厲不厲害 這些老人家 吊這些招數 他那個頭條 你不要扣到他死後 有用的 是不是